俗话说,要想鱼上岸,就拿粮食换,就当鲨鱼过来的一瞬间,殊不知,这竟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圈套,发现上当的食人鲨,拼命想要逃离,巨大的摇摆力,让老布顿时火冒三丈,拎起一趟的棒锤,冲着脑门,光干就是一顿胖子,两锤下去,鲨鱼顿时安静了许多,不得不说,年轻就是好,挨了两锤,倒头就水,鱼翅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,但你肯定不知道,出自鲨鱼的哪个部位,想要制作美味的鱼 第一次打餐,首先你要有一条新鲜的鲨鱼,对于捕捉鲨鱼,太平洋巴布亚共突倒的黑子哥,有着绝对的花言犬,想要捕捉鲨鱼,首先要有一条大小合适的船,将这棵近百年的大树一分为二,由于没有仙剂的工具,它们只能将大树掏空,类似锄头的刀子,等完美的肖侠木屑,此时船只的出行已经制作完毕,底部的工作要格外小心,凿破船底,将会功亏一篑,由了船只,它要制作捕鱼工具,将一根枯鲁,用刀子 刀子削皮抛光,做成一个衬手的浮漂,然后将烧红的铁棍在木头上打孔,这一步是为了将绳子固定在上面,最后取出藤条,将裁剪好的耶克拴在上面,类似波浪谷的耶克,是捕捉的灵魂点,这也是捕捉鲨鱼最关键的一步,如此可怜的工具能否捕猎到鲨鱼,咱们接着往下看,海里的鱼类千千万,鲨鱼巡游其中前,小黑独自以人驾驶独木舟来到海上,由于是出自捕捞,从小黑的脸上,不难看 它很害怕,但生活的压力,让它不得不大胆尝试,鲨鱼属于食肉动物,要想让它靠近船只,也并非一事,这时就要用到耶克做的波浪谷,不停地在水面上晃动,制造出一种有猎物受伤的假象,从而吸引好气的鲨鱼前来查探,小黑生怕鲨鱼听不见,但又怕它突然窜上来,毕竟白皙的大腿离水面仅仅不到20公分,果然这种声音让鲨鱼无法抗拒,只见它四处游动寻找猎物,但无论小黑如何晃动,鲨鱼 始终不肯靠近,无奈的小黑只好无功而返,事后找到村里有名的捕杀猎人,这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技巧,人家自然不肯透露分毫,老猎人变着法的,像小黑所要人事,但身无分文的小黑只能低头不语,与此同时,一位资深玩家已经开始了盲目,由黑发亮的皮肤,离不开几十年的暴晒,一身成熟的虎胸毛,误不彰显着老猎手的魅力,同样的操作,永夜可晃动水面,海面波澜四起,俗话说, 要想鱼靠岸,就拿粮食换,这就是老猎与小黑的差距,鱼肉的味道,让鲨鱼根本无法抗拒,血腥味的扩散,让鲨鱼激进疯狂,为了保险起见,老猎又将剥碎的鱼肉扔向周围,此时独鹿舟下面围满了鱼群,鲨鱼已经开启了干饭模式,此时老猎又开始了晃动,尝到甜头的鲨鱼,察觉到了动静,处于警觉始终不敢靠近,老猎坐在船头一动不动,生怕吓跑鲨鱼,鲨 鲨鱼渐渐放松警惕,朝着老猎游了过来,老猎将鱼肉放到水面进行引诱,浮飘上的绳套已经蓄势待发 鲨鱼剧烈的游动,让老猎根本无力招架,只能放开绳子避开锋芒,正开束缚的鲨鱼拼命地跑离,无奈绳子上的浮飘,让它根本无法下潜 此时天空下起大雨,老猎抄起浮飘上的绳子,现在的它只想快快解决战斗,否则雨水会将独木舟灌满 鲨鱼经过一顿挣扎,此时也是体力欠佳,只能任由老猎摆弄,就当即将得手的时候,鲨鱼一个翻滚,再次挣脱控制 愤怒的老猎再也没了耐心,抄起棒锤,对着鲨鱼就是一顿胖揍,荒鱼严有输出后,鲨鱼安静了许多,不得不说年轻就是好,挨了两锤倒头就睡 对,老猎飞了九十二步之力,才将其拉回船舱,这只鲨鱼的体重大概在一百五十斤左右 老猎拿出捅船的大海鲁,冲着天空吹响号角,他在感谢大海的馈赠,感激老铁送的鲨鱼 整条鲨鱼最值钱的部分落过于鱼鳍,老猎直接用刀子将其割下,这也是他赚取现金的唯一办法 由于鲨鱼用皮肤排鸟,其肉质也是不言而喻,处理掉鲨鱼鳍后,身体的其他部位会被直接扔掉 而处理好的鱼鳍,会被做成一道珍贵的灵彩,用刀子将表皮刮掉,然后划开鱼鳍 其内部有一种黄色的物质,形状类似粉丝 这些细丝状的东西,其实就是鱼鳍的软骨 众所周知,鱼鳍的价格异常昂贵,但高价格就真的是高营养了 其实鱼鳍中含量最多的就是蛋白质 经科学研究发现,鱼鳍中的营养主要是胶原蛋白 其营养价值就跟猪体相差无几 也就是说,吃鱼鳍还不如来一口猪体来的试会